大家好 我是林超 今天反彈但是又是低量 量減少 今天还是负台子结算 每个月以前 每个月的倒数第二个工作点 每个月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它以前就是磨台子结算 基本上磨台子 我们要负台子 大家越来越不重视 因为它那个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减少 正常今天是量要增加 但是就是现在变成这样 最后不是撬一下吗 才160几亿 没人在算 那负台子大概没什么人在算 大家都玩那个台子期货 因为我们台湾的台子期货比较好玩 你看这两千亿 正常今天要量要扩大 你懂一点技术分析的就知道说 跌的时候都有量 台湾的时候都没量 我们所谓有量有量 有量没量是要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 比较相对比较 不是说真的没有量 还有两千多亿也不是没有量 台湾的时候才一千七 跌的时候两千五 跌的时候你看量 跌的时候大家拚命 台湾的时候没人要算 没人要买了 台湾的时候又卖 台湾的时候又没人要算 所以如果有人说看崩盘 叫合情合理 如果有分析师跟你讲说 我们看这个景线会跌破 比如说这个景线 这个景线会跌破 那测量满足点到这里 就合情合理 这样子解盘没有错 因为这边小景线就跌破 小景线跌破 未来小景线就成为压力 月线扩底高值 月线向下 未来这边都是压力 这里有一波套劳反压 所以你要买股票 如果你是做多 你要卖股票 我先讲 如果要卖股票 你不用等到过新高再来卖 过新高就不用卖了 过新高就不用卖了 那问题会过新高吗 会在什么时候过新高呢 这里的位置跟我们在5,900 讲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你5,900你可以看1万6 可是现在已经跌下了1万5,300 你就不能直接看1万6 你不能硬拼 所以在这边的位置 它是一个顺风口 这里不是顺风口 这里是顺风口 这里不是顺风口 你搞清楚状况 这里是站在发球前 这里没有发球 没有发球 没有发球前 这被打的份而已 位置不一样 所以它弹起来 你不能期待说 弹起来一定会V型 不要这样想 不要有这种假设 但是不能够排除 只是说你千万不要硬拼说 一定是要V型出去 一定会V型 你不要这样想 但是如果说弹起来到这里景线 到下降的月线 这里会有反压 因为月线到时候扣底高值 你看这里 这个箭头都是往上扣高的 你看它怎么跑 它怎么往上扣高 有没有 扣底高值 你看 明天 后天 礼拜一放假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再下个礼拜一 对不对 你要这样算 所以这边会形成一个 非常重大的反压 所以如果要卖股票是这样 就是大概是15,300到这里 就是谈个 你就先一个了解 就是说 谈300到500 最大可能性是500 500点 那你要买股票 我们有什么要抢四星 譬如说这样 对不对 我们买在1120 如果说涨了500点 有时候大盘涨500点 还没过高点 涨500点还没过高点 才15,800 那像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它距离这边位置很近 你看起来好像很远 其实很近 它一个停板就到这里了 两个停板就跑到外面去了 你知道吗 譬如说大盘涨500点 这个就过高点了 那个就过高点 就好像今天很多的进攻股票 它不是在今天以前一直整理 所以你看有些股票 我明明知道人家在炒作 我也不一定要炒作 可是我绝对不会去骂 我讲一些进攻股好了 你看这些进攻股 整理之后 你看整理之后 这个进攻股 整理的 连续跌了一两个礼拜以后 人家就涨停 你把妹妹人家涨停 你怎么跟她交代 比如说你昨天去骂人家进攻股 或者是你去骂保一 昨天大跌 今天又涨停了 你骂人家干什么 你骂人家 我们没有操作不要管人家 你看这个一样 骂骂骂骂 然后又涨停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 你骂要什么 我没有在无聊 你看 你看进攻股 今天不是很多的股票涨停板 在今天以前一直跌 对不对 但汉翔是都没有跌 在整理 对不对 但是我要不要去讲人家的股票 讲它怎么样怎么样 我骂骂骂你们家的事情 你要做不做你们家的事情 我和我现在在台 我又没有放空间公股 我做我的股票就好了 我常常讲说 锁好自己门一亩田 顾好自己一亩田 锁好门前三分地 我管我自己记得就好了 你管这么多人都要管海边 管这么看 管这么看 在里面就有什么 管海边就有什么 台湾跟南投人没有做海边 大家都也管海边 对吧 这样我意思不 为什么我讲四星 我做的股票我都没有说 我没有在台股票我告诉你 但是不代表我有做 不代表我是 不然你要一直 叫我一直讲四星啊 你敢听到你就专台啊 我总要讲一下均空股除人股吧 除人股你说这支 这支我在这里 八十九块买的 一百二十一块买掉 一个礼拜赚了三四成 我卖掉以后 不不不不不 那后来我不是说 可以买回来了吗 那是除人股啊 那这就是价差操作 这就是价差 假设我这样买八十九啦 我这样讲啊 假设说我长期看好长期投资八十九买 买的很便宜嘛 然后来涨上去我也说长期看好 然后跌下来我也长期看好 那这样不是白搭的吗 别人说我就少赚这一段了嘛 我先卖以后再来买 可以吧 这个叫价差操作 我没在长期投资的啦 你看我的节目 我有跟你讲说 要报上报下都不要卖嘛 没有啦 那四星我也是教你说高档要先卖嘛 我来说这个 这一段有漆多了 正乖里看他视频 你看这个指标过热嘛 这过高点指标没有过高点 这八里嘛 先买一下嘛 有一漆有盘就好了 这我们盘很多招的 你看这支高费很好做的 但是你每一段都要做价差操作 你看这里这一天 这一天是关键嘛 1120这一天 为什么我今天这一天买回来 我在昨天 昨天下午在TG里面就有贴 贴这个技术面 贴这个四星跟资源 我来说文革 你看我的这部总要学一点技巧嘛 技术面嘛 不过常来说掌停板要做什么 你看每天那钢琴板 你就看保证就好了 你看那些卡锡要做什么 你学不到东西 你看我们这部总要学一个工夫呢 你也不一定要参加会员 还是你最早要进步啊 你不能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 对不对 这些都在滑手机 还拍电动 你就说做股票 保证20块 你看看你就说要涨停板 你吃辣的啦 这1120你注意看 我知道我们说过了 这个是技术面 那不进然它一定要到季线啊 不一定啊 这个是中线的买比没有错啊 那它不一定会到啊 那为什么1120要买 我不是跟你说这里 这里有两个大量区 这有代表性 这边多少 1125 这边多少 1150 这边不是有一个缺口 跳空缺口 那这边有一个颈线 有一个引线 所以就在这里 它就是回 它就是目的就是要回来回补这个缺口 这1125 这1120 有没有回补这个缺口 有啊 所以就给它买起来辣 我有说吗 我就买1120了 我先说的啊 我是鹰派耶 我跟白天不一样耶 白天是红红红红红的 怕人知道耶 我直接跟你说的 11120 我买11120 如果隔天跌停板 你就把它笑了 但是我不怕啊 我做对做错 我是觉得说 理所当然啊 我不可能做股票都是对的啊 怎么可能做股票全部都对 多少会凑一点嘛 那我们只要要求赚 对多凑少 对的次数多 凑的次数少就好了 赚的比较多 输的比较少就好了 做股票不就这样吗 不然你跟我讲哪一个人 到底哪一个人有办法 每一次都做对 每一次都赚钱 都不赔钱 你跟我讲啦 为什么要说谎 分析师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诈骗啊 当分析师为什么要诈骗啊 每次都说他大赚大赚大赚 你不能说你空在500块 然后你说大赚啊 你不能说一直空空空空空 空了100次 然后最后一笔空了1385 你说我这边大赚 结果这边你都不赚 头前的数位都变算 你空了100次耶 你空了100次耶 如果你只有空一次1385 我对你福气 我说你大赚的 我参加你的会员 没关系 你这么厉害 但是如果你500 600 700 800 900 1000都在空 然后空了100次 最后一笔空到 就算你空到1385 那你也是101次啊 你放空101次了 你知道吗 你让你的会员放空101次 它那么有钱 你会员开银行的 开中央银行 自己盖钞票的 自己印钞票 钞票自己印哦 那么多钱啊 越光越激动 人比较聰明 看这不太简单哦 不要被蒙骗了 我这实际的生实力耶 我120买的耶 我高点叫你卖 120买哦 我马上公开 老师啊 把他探100块 大碎一箱 嘿 100块很厉害了啦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这边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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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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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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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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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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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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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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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 9 9 概念股有兩種 一種是湊鈣的鈣 概念股是湊鈣的概念股 有一種是叫做概念股 所以鈣你要聽得清楚 但是我不是說被你湊鈣的鈣 我是說概念股有兩種 今年賺了 我們現在不要說今年賺了這個 這個三月 他現在交易所說你不行 你這樣副價不少 你要公布你的業績報告出來 結果他公布三月 這是一百萬千萬億 億劃嘛 是不是做億劃 這個億劃 這個要算起來 第一季是差不多做五億 這是做生意做五億 這是做五億 我們來看看 三月分說是賺 八線 不是八角 0.08是不用怎麼說的 這個概念是不用怎麼說 0.8叫八角 0.08叫八線 但是八角就是八線的十倍 他要賺十倍的八線才有八角 八角 八角 0.8元 八角 你聽聽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需要算到國平就需要算到這樣 師傅這麼艱苦 昨天從漲停到跌停 今天直接跌停 你看 這樣三萬幾張 我們就需要這樣算 在這裡 這百多張 這樣拚到三萬幾張 兩天三十倍 我問你 我們做老師 我們不可以找回來 蓋生這種股票 我問你他就好了 他蓋很後蓋 但是如果掉的時候你走不去 這就是 我們要做輔助你們的事情 你知道嗎 怎麼說我們自己的股票 不要去說這個 我說這個 資訊服務很多 這種就是 我以前都說過 一千塊 一千塊 一千塊這都是 一千塊 有的金有的價 我現在說相關的AI 這標準的AI相關功能 我們賺這個 一百塊 剛才說很大聲 一百塊很厲害 一百塊一張賺十萬 十張賺一百萬 一百張賺一千萬 但是我們這一次 是不是一定要 非得要做創新高 不盡啦 如果說上來以後 比較大 我跟各位講技術面 這邊真的是量 就比較大一些 你要注意這一根 所以在這裡以前 或許我們會 繞跑一趟 或許我們繞跑一趟 那繞跑我們會賺二十萬 我們會賺二十萬 完成價差操作 那另外一個意思嗎 這好像這兩股票 我今天也說了 我在這間TG有獎 我要貼出來了 我說我們在這裡買三百零八塊 三百七十六塊半 漲停板 剪碼 賣出 他說你不會賣三百七十六塊半 沒錯 我的費用都在看 都在看我的接 我就是賣三百七十六塊半 沒錯 二 沒有錯 那鎖掌停還鎖很久 後來打開了 就是做這個價差 那跌下來呢 跌下來好啊 量要收下來 所以我在TG裡面講說 那快如果快的話 明天我們就要買 V字就要給他買回來 有八截就好難了 我們會三個給他買回來 還要跟他說 這是價差操作 所以你怎麼不說資源 不要緊張啦 我會說啦 你不要緊張 好不好 我們先想創意啦 創意也是一樣 這高點我叫你行不行 這支也一樣 兩支就會說 我們高點要行不行 相對高點你行不行 愛譜也是 IP股也是AI什麼我講的 創意也是 這兩支就會說 我當初就跟你講 我在TG特別講說 那時候漲起來 我說你 我特別跟你講說 你那個創意 世心愛護這三個洞 尤其這三檔 你要趕快解碼 你就算不全部賣掉 你一定要解碼掉 100張你要至少賣個50張 1000張要賣個500張 逢高你要賣 那現在接下來 接下來我有買比較早 我買1010 我有公開啊 我買在1010 就是在這個季線 沒有想到這一天 又跌下來 跌下來我也成人 我現在買1010 到今天最高1993 我也沒有解套 這樣 有跟你交代很清楚嗎 我什麼人 我英派呢 我跟你實在老師不一樣 他們都說漲平板 都在那裡炒爛 他們都買高票 都買100支 1000支 大家都在標演漲平板 我沒有 我都老老實實地跌盤 這支呢 我已經講過了 他已經是整理失敗 破了破件破了下 破了181塊景線 我說過了 你破景線你要停損 181嘛 我有公啊 我有沒有講 那後來跌下來以後 我說跌下來沒有關係 你停損 這邊停損對不對 你跌下來 跌下來你就是講說 這一檔股票 你先賣掉是為了避開 或有再跌的風險 是不是這樣意思 而不是它基本面的問題 我沒有說它基本面怎麼 我說 因為技術面有破壞掉 你必須要先逃脫 你聽我的意思嗎 不然為什麼就要做價差 而且我們這檔股票 我們做了好幾趟了 你知道嗎 你也不要跟我說 你放空在這裡 你為什麼不說你放空在這裡 你放空了100次耶 每個人都把說放空大賺 問題是你是放空幾次 你要拿來做一個總平均 你這不能用最後一次啊 來說大賺 前面的賠的都不要算 這老實說比較老實 不要說大賺 不要講那句大賺這句話 如果沒有的事情不要講那句話 那句話少說出口 會被人家笑 解盤就好了 不要一直老實要講什麼大賺 對不對 很好笑 真的有大賺才講大賺 你不能算最後一筆 前面99次都不要算 那我跟你講說跌下來 我昨天在TG有講 你如果說有時間再看一下 這邊160.5 1月17號 封關那一天 這一天是1月30號 開紅盤那一天 164 這個缺口剛好回顧 所以我們買回來158塊半 你要記起來喔 我們資源買回來158塊半 我很大聲喔 大概就是在成本這邊附近 158塊半附近 當然有人買更低吧 但是我們用總平均成本158塊半來算 他說你怎麼又先講 你現在你 這百六年你就先說 我可以派這樣 你不要搞錯 我跟那些理識三老師不一樣 加入好友 Telegram Eagle 3208 超級大贏家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要做這些AI的相關工業 這些科技股 來找丁昌 我帶你操作 我們做價差操作 了解我意思嗎 等一下節目有廣告電話 可以打電話來詢問助理 我們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